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510新政府成立之后 敦马对中国的态度似乎就没有纳吉这么积极跟这么热烈 那么关系多多少少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因为新政府不断的提出要检讨中资项目 那么马哈迪什么时候会去中国 这个是我们非常关注的 也是评估马中关系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指标 我们都知道敦马现在人就是在日本 那他在结束了这一个日本的访问之旅之后 一旦有时间他说他会就是访问中国 他说他其实已经接获了北京的邀请 那他只是说他是先到日本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因为他要出席的是亚洲未来国际大会 他说他每一年都会出席这个大会 所以今年也不想要错过 而且他有说到一旦有时间他就会拜访北京 那么敦马主动告诉媒体他已经获得中方邀请访华 这是一个释放善意的一个动作 那么但是我们不晓得说 敦马到底什么时候会去 第一他会去多久 随团的这个部长人数是多少 那么随团还有多少个企业下 谁会跟着去 所以这一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记得过去我曾经两次跟首相前往中国采访 第一次是哪一任的首相 阿都拉跟这个纳吉 所以那个时候的访问的随团的访问的 这个商家都非常的庞大 那个访问团是非常庞大的 因为首相除了去拜见中国国家主席跟总理之外 他也会出席一些商家举办的一些大会 所以那个时候是马中企业 马中商家两国的商家 在那个时候洽谈以及建立关系的一个重要的场合 那么马中关系除了是这个中国是大马连续七年的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外 除了贸易之外还有另外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在外交的这一块 因为敦马曾经提出说 他不希望在马六甲海峡的海域看到外国的军舰在那边 虽然他没有指明说是哪一个国家的这个军舰 不过很明显的是跟中国跟美国是有关系的 那另一方面随着西蒙政府上台 外交圈子就传出说 北京当局是不满中国驻马大使馆的应对西蒙政府不利 进而其实就向大使馆问责了 不过中国驻马大使馆是严正否认有这么样的一件事情 中国驻马大使馆在接受当今大马的这一个访问的时候 就指出说其实马来西亚跟中国这两国的关系 到了现在还是相当的良好 其实并没有发生所谓的选前错过形式选后反应慢将的一个情况 他说这纯属捏造 那么之前就有一些外交圈子的一些消息就说 因为大马政权更替 那么北京就有意重新检讨马中之间的这个政策 因为消息指出在第14届大选之前 马华有四处张挂总会长廖宗来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握手的照片 但是中国驻马大使馆在当时没有立即阻止 所以这一个动作就引起北京当局的不满 同时也有一些外交圈子在传出说 中国驻马大使馆在这个跟新政府的这个连接跟联系跟对接方面 似乎比其他国家慢 然后他们指出的这个指标呢 就是美国跟其他国家的这些驻马大使呢 率先就拜访了这个敦马 但是中国驻马大使白天呢 似乎比这一些外国使节慢了一点点 所以他们就根据这一个事情来判断出说 来得出一个结论 其实这个中国大使馆在处理 或者是在回应马来西亚变天之后的这个动作 似乎是慢了一点点 不过我觉得说 以敦马他曾经在位22年 担任首相22年 他的这个外交手腕是非常的这个老连 他还有另外一张王牌 可以修补马来西亚跟中国的关系 就是五人资政理事会的这一个其中一名元老 这个元老呢就是过赫年 过赫年是比敦马还大一岁 而且过赫年在这个中方是相当吃得开的一个 非常受到敬重的人物 谢谢你呢 就是跟我们一起关注了今天的这三则的重点新闻 想要了解更多呢 就是当天发生了重要新闻 每一天下午的5点30分 一定要守住 City Plus 主编点新闻 谢谢志峰 明天同样时间 一起主编点新闻 让你听懂更多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生了